接著來看到桃園是刮起了強風 而正在這裡舉行的二零二三 世界克薩博覽會 整排的攤位都被吹倒了 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雖然克博相關的單位 已經有提前來固定好攤位 做好防臺的準備 不過這風勢非常的強勁 所以文創園區前面一整排的攤位 還有棚架還是被吹倒了 橫倒在路上 目前相關的單位正在搶修 而明天的援客市集 有沒有可能延期 也正在開會討論中 除此之外 展區相關的大型充氣裝置藝術 現在也都先泄氣了 暫停見客 就是要來確保安全